好,我们要来谈谈什么是真正的legato 所谓的legato其实并不是 这样子很轻松弹过去 音和音中间 其实手指和中指 彼此中间都要有一点点交集 那当然小朋友不太能理会 什么是理会,什么是交集 为什么要很快下去 另外一个要很快起来 可是中间又不能 要有点交集 要有点重叠呢 事实上真正的legato并不是这样 好,这样子的话就是 其实中间是空隙很大 就像是项链 我们真正的legato是中间要是十心的 每一颗音都交集在一起 那可是呢 如果是只是这样子音和连在一起的话 这样其实就不是真正的legato 你觉得你有连好 其实中间听起来还是有一些空隙存在 那用球怎么练呢 一样我们一样就是每一个手指要等下一个手指下去了 前一个手指才能离开 因为这样才是彼此中间是有交集的 所以无论是do so mi so 阿尔贝提低音这种方式也是一样 就是它不能是这样分开的 让这个球占动 这样的话其实就不是真正legato 你并没有真正的连好 不管你要大声还是小声 球都不能用太会起来 如果我要大声我只是推多点力气 我轻我只是手指放轻动作变小 但是呢我不会让这个球起来 这样每次都下去 这样就不是真正的legato 所以在弹阿尔贝提低音的时候 我们在弹的时候 这个三个情节其实是可以先训练 小朋友一起先放下去 然后轮流的按住它 好然后控制好每一次下去 再慢慢松开 可是每一次都要有交集 就是我们要把手指拔起来 好等到确定下一个下去 才能把前面一个手指拔起来 先做这样的训练 然后再把动作加快 那确定是不会把大拇指跌下去 或者是中指没了 好这三个音都是一样的重量 所以就像这个三个手指在上面 它是一样固定的重量 那如果是像旋律的进行也是一样 无论这个球在上面 用哪一个手指在移动 它其实你看我在滚动 压住这个琴键 但是琴键并没有被发出声音 就是因为我都是用很快 把球压下去的方式 所以这个就是我在弹琴的时候 我要Legato时候用运用的方式 我的手指 每一个手指中间一定要有交集 5 4 3 2 1 一定中间要有 等下一个音确定按好了 前一个音才能离开 无论是交到哪一个手指去 它彼此中间都是有连结 这才是正确的Legato的弹法 我现在已经将它们进行吗 不过二个手指